來 各位來賓大家好 歡迎來到綠世界生態農場 我們的東歐劇場生態體驗之旅 即將要開始囉 我們是以鳥類為主軸 配方鳥類保護的教育課程 來 上課前呢 要先跟大家介紹兩件好消息 首先是加入綠世界的特約廠商 有許多的優惠喔 特約早上來賓憑證見入園 可想辦票優惠 期待四名親友 同樣可以有辦票優惠喔 在園區內的消費 也有九折的優待啦 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校外教學的限定活動 凡是國中生以下的學校團體 集齊到5月底 凡是呢 到綠世界參觀 憑票券上的印章為證 可以到DL34號熱帶風情依品館 免費兌換大嘴鳥探險貿易品喔 好 講完好消息 接下來又講幾個注意事項啦 首先麻煩各位來賓 在入座之後呢 就不要站起來四處走動啦 來 舞台中央跟兩邊站來 麻煩不要走進來喔 金剛1-5很膽小啦 有個風吹草動會嚇到不敢表演啦 除此之外呢 在幫1-5拍照時 請麻煩把閃光燈關起來 閃光燈很重要 一直閃一直閃 金剛1-5眼睛會受傷啦 而且呢 我們會站在台上一直擺TOS 忘記要表演了啦 所以麻煩閃光燈一定要關掉喔 來 後面來賓 我們劇場院邊還有幾個零星的座位喔 如果真的找到座位也沒關係 劇場左右兩側跟後面也有舞台電視機 在電視機前也可以看實況轉播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上課了啦 上課首先要先消想上課鐘 上課才有精神喔 來 首先請班長來敲鐘啦 班長是綠藝紅金剛鷹鵡喔 來來來 我們小跑步最後一堂課啦 來 邀請左擺 開始敲鐘啦 欸 很好很好啦 來 各位來賓請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鼓掌得越大聲 會敲得越麥力啦 來 班長 很好 來 加油 加油 大家可以打氣 卡到了一下 不打氣 來 繼續開始 來 很好 會響亮啦 來 我們再三下 很好 再兩下 再兩下 好 最後一下囉 最後一下啊 敲鐘來敗 我們來去上課啦 來 請給班長 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好 敲完之後啦 可是還沒結束啊 我們還有升旗典禮要開始耶 好 班長 接下來請回去休息一下 換人啦 換副班長來升旗囉 副班長是黃腐藍流離金剛鷹鵡 長得跟班長不太一樣 走路就是也不太一樣耶 是交叉部很有教養啦 來 走上 升旗坦 咬住 升旗 往下撈 機子就會慢慢往上升啦 後面的小朋友要注意一下 準備唱國歌喔 來 教教 最後一下拉吉 升旗敬禮 請給副班長掌聲鼓勵 好 升完旗了啦 接下來可以回教室啦 可是在此之前 教室一定要打掃乾淨 才可以上課喔 來 有請直升出來啦 直升來打掃教室囉 直升 沒手怎麼打掃 沒問題 示範一下啦 好 來 抓住 身子往上拉 再拿腳抓起來 一搖一拉 一搖一拉 身子當然就出來 水桶又出現啦 教室開始變乾淨了 好 來 打掃完畢 請給直升 掌聲鼓勵 好啦 教室打掃環境當然可以上課啦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金剛鸚鵡 他們的眼睛很厲害 可以看見彩色的世界 而且呢 可以分辨出不同種的形狀喔 那首先我們就來上五顏六色的拼圖畫喔 來 請看訓練師 拿出三種不同形狀跟顏色的牌子 接下來要給他們削考試 看他們有沒有在讀書啦 來 首先請到小花同學 來 小花 仔細看好 這一題靠你啦 來 給你三題 答對一題有30分 兩題有60分耶 三題當然就100分啦 來 小花 仔細看好了 最後的堂課要專心一點啦 先挑紅色圓形啦 紅色圓形說比較簡單啦 好 放在哪一邊 仔細看喔 在 終結人答對皮膚跟他掌聲鼓勵 接下來兩題顏色都跟你很像耶 好 先挑藍色的正方形啦 好 正方形要放在左邊還是右邊 可以在 左邊又答對啦 請給他再掌聲鼓勵一下 最後一題很難喔 是三角形啦 黃色三角形三個邊三個角 對整齊才能拿分喔 來 最近到底能不能答對啦 仔細看好技術很高啦 他說 哎呀 OK的啦 100分謝謝小黃 掌聲鼓勵 小黃表現得不錯啦 看來他上課都有努力認真啦 可是那 冰圖課是簡單一點的課程耶 接下來啊 我們做點有點挑戰性的課